大家好,今天是第一次我們開這個課,因為我的普通話開啟的時候,他們想傳遞英語了。 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們不太懂英語,所以我在想用不太好的普通話,希望他們明白一點,跟完全不明白要好一點。 開啟的時候我會用普通話來講一次,之後我就用英語再來講。 今天主要是介紹Lightroom是什麼的東西。 可能很多人覺得後期是重要嗎? 如果的燈光是非常好,光暗對比不是太大,前期的傳播完景是很好的時候。 你拍出來,相機拍出來的照片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光暗對比很大,顏色的不一樣的光源的混亂的時候, 然後,相機是沒可能,就是我們眼睛看到的東西。 你看看我們說,因為有時候明書我就不知道中文是什麼東西,所以我就用英語了。 他們說的Dynamic Range,就是我們的眼睛看到最黑跟最亮的地方的範圍是很大的。 但是我們的相機沒可能做得跟我們的眼睛一模一樣的那麼大。 所以,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需要後期來從主我們眼睛所見的。 好像這張照片,如果在左手邊第一張照片,如果我想到房間的東西夠亮的時候, 那個燈是過爆了,因為太亮了。 如果我們的車光在燈的時候,那個房間的環境就是太黑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的相機沒可能一張照片就拍成了。 所以我就要拍很多不同的照片,通過後期的時候,就來做第三張照片。 所以就是用後期的。 好像這張照片就是不同顏色的光源。 外面的東西,如果我們的眼睛看出來不是太藍色的。 但是相機沒可能跟我們的眼睛那麼聰明。 他看的時候,心內的時候,這燈光是黃色的。 所以他就真的黃色的感小一點。 相對,窗外面的燈光越來越變得藍色了。 所以我們就通過後期的時候,來改變。 所以後期,在數碼的相機拍照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多小,這個就是這個問題了。 如果你的月亮不是那麼大,你這個改的很大的時候,當然你可以說是藝術。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假。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假。 就是真真假的。 好也不好。 這個不用吐爛。 就看你個人了。 當初,當初很多人說後期的時候,每個人就用Photoshop。 來拍人像,他們就說Photoshop,Photoshop。 為什麼呢? 因為Photoshop是可以說是最普遍的。 所以大部分人就是用Photoshop。 後來,Adobe就做了一個Lightroom。 就像Photoshop有一點困難,同時他們就做一點改進,就創作一個Lightroom。 所以他們同是一個公司的。 所以沒有什麼那一個是好,那一個是不好。 最重要就是你看你做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有他們最好的地方,也有他們不住的地方。 所以完全看你又做什麼的東西。 我可以給你一點點。 這個你看來就是Lightroom的Lightroom的setup。 主要他們的Lightroom就是全部。 這一色就是的。 這張照片。 然後你再看。 你看不看到你真的要每一張照片來看。 就當然有很多東西。 後期的地方,就有另外的information。 所以在Lightroom, 全部是一個software。 他們就完全including。 但是在Photoshop,如果同樣我們有看剛才這個照片。 它有經過很多時候就用Bridge這個software來管理我們的照片。 每一張照片你也可以看待。 放帶來看了。 你可以看待。 對每一張照片來看。 就好像現在我一張兩張三張。 三張照片我要開來做到後期的時候。 只有我只能open。 它就自動放進了Photoshop。 開啟動畫。 這個你們知道一點點也可以。 但是不用旅會太多。 現在我這好像這個introduction。 如果三張照片我需要的時候,我要open。 它就自動。 你看。 每一張照片是一張兩張。 所以你看。 你看到後期的。 你知道。 你就這樣來做。 但是Lightroom。 好像這一張。 如果我現在放大來看。 我可以再放大。 你可以更負擔。 只有你知道。 第一張。 三張。 兩張。 你可以。 這個是不是很。 給Photoshop。 在管理照片的時候, 壞很多。 你可以。 每一張來看。 是比較快。 對。 如果你是要後期的時候。 你就。 再來做。 這個是比Photoshop快很多很多。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多人就用Lightroom。 因為不是每一張照片你也需要很大的後期了。 一般的照片好像有在打你。 你真的不能花太多的時間來後期的時候。 就是一小小的處理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這個Photoshop跟Lightroom差不多一樣。 開啟的時候就單位不同的地方。 Lightroom就是在圖片、照片、管理像。 就給Photoshop搶。 所以Photoshop就是沒有這個照片管理的東西。 它有經過bridge來管理的東西。 如果他們專門的時候就比較麻煩一點。 這就是Photoshop跟Lightroom有一點不同的地方。 所以現在我們如果Lightroom、Photoshop怎麼樣。 我們可以買一個software。 現在全部沒有買。 他們全部是租的。 只要你在,這個是website address。 你需要你的website。 你的Adobe。 然後他們通常最普遍就是4塊錢。 叫作為tax。 好像不用4塊錢一個月的住。 當你sign up,你就create一個account。 然後你sign up。 它就有個setup。 之後你就有一個,就是你的account。 這個account就是說你有什麼的software。 under你的租的。 現在我有Photoshop,bridge,Lightroom Classic, and camera raw editor。 No, camera raw。 這個你一定要是基本上這個software。 那你看為什麼有一個Lightroom and Lightroom Classic。 Lightroom是後來他們差不多是用來手機。 iPad,iPad,他們的手機的device。 software。 因為它不能跟傳統的那麼多版面。 他們Lightout沒有那麼多。 很多時候就是icon。 所以他們就create一個叫做Lightroom。 然後傳統的叫做Classic。 所以我,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家裡用了, 所以Lightout就多一點了。 所以最方便就是用Classic。 他們Lightout多很多。 如果你就是webbase,那一個很小。 因為它不能放到很多東西。 這個就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在網上買的時候, 你就make sure你downloadLightroom Classic。 他們的Lightout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開啟的時候就今天就差不多。 就是那麼多了。 就基本上一點點關於Lightroom的history。 同時你怎麼樣你可以買一個software。 。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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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to do the English version To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is class I'm trying to get a basic introduction about what is Lightroom and how you can get it I don't want to spend a lot of time to explain it But you just know a little bit, it's okay And you don't really need to Try to put in mind what it is, what is that Just a little general information First of all, post-production i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at the beginning myself I kind of feel that I really don't want any post-production And kind of feel that it's not real And it's kind of fake But for digital photography After a while You will learn that is Post-production is very important It's very important Now For human eyes We can Dynamic range We can from the From the brightest sport To the darkest sport Range is much wider Wider But for camera We can't do it that way It's only a small section So Under perfect condition The lighting condition is good And then the Color temperature editing The light source Beautiful No problem And when you take a photo Yeah No problem Pretty much you get into the one shot You can get a good photo But If the contract is too extreme And And if the Color source Is so mixed up It's really difficult For the camera To identify What is what I think Some of you folks Property Say that before It looks beautiful But I can't get it Sometimes it's not your technique It's the equipment Now for example on this one Right The left one The first picture If I If I If my My camera The brightest eyes Set up to Exposure To the To the room Pretty much the right side The darkest sport In the room The Light Will be overexposed Because it's too bright So now you I My exposure To the light And then The solver Will be too dark So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 It's not about your technique It's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then the camera The limit Of the camera equipment In that way We have to take Couple photo Exposure photo And HDR Stacking And create a photo On the right hand side So all this Is Post production Right Now for this picture Because the color temperature Is two different light source Outside Is daylight Inside Is incandescent Is more yellowish So the camera Can only identify the majority Of the inside So they Can cut down the yellow And make the photo It's not too yellowish So meanwhile When they cut down yellow That means increase the blue So The photo looks Kind of funny Okay So you have to use The software To correct it To the photo On the right So That is Part of the important On post production Is Used to correct Some of the situation That you can't do it And At the first place But There is an argument How about You know What is too much What is the correct amount Right If you're shooting the moon The moon is not really that big And you just Create a bigger moon So Is that fake Or you can consider It's an art So It's really depends On Yourself And Whatever What You want to To show So It's no right or wrong It's really depends So It's not Try to argue What is right or wrong And everything So But just keep in mind Post production Is kind of important So 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They come to the point You know Photoshop Lightroom Photoshop Is good Lightroom is good They are kind of similar They are kind of similar But they are kind of different But Because Photoshop Has been a while So Everybody is more Familiar with that So Everybody Whatever If you want to touch up your photo They always get to Oh please Photoshop Please Photoshop And What is the basic difference between Photoshop and Lightroom And besides of the powerful and all kinds of stuff Right And I can show you a little bit about Now this is the Lightroom layout Now first of all you can see at the bottom Those are the Photos And then For this side There will be Is the Touch up section And this is the photo that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Now If I Want to look at this picture The first one Right And then I just like Okay If I want to Enlarge it I can enlarge to look at it Right And then Give it a quick Right And then enlarge it If I alright Now I just go to the The second photo I just use the arrow key The third one The third one Or I can jump to the twelf Right I use the mouse to drum it And look at it And then I can just You can change Now see Now you can realize the speed Alright So now if I said I don't want to use Lightroom So now I use Photoshop Photoshop doesn't have photo management So they kind of have to use bridge that's more popular So and then you can use a bridge to manage your photo They're pretty much the same concept as Lightroom So now if you want to look at this picture You want to enlarge it Whatever And then of course you can double click And then you know look at the photo And all that stuff So now you look at the second photo And then it's kind of like Yeah You can tell it's like Hello Whatever So now okay So if I really want to Edit this photo So you can change it But maybe I just go Alright I just This free photo I want to edit And then you just Open it And send to Photoshop So now when I send to Photoshop And then And then This is exactly the same Thing as Lightroom They call it camera raw So And then Alright This free photo And then open And then They open it In Photoshop So now you can edit Do that thing But now you can see it They have one photo And And They all Individual separate And And then And then You can just Do the same thing So They Are pretty much The same But the only thing Is The In Lightroom Whenever You just select And scroll through Through All the photo management Is more powerful Than Photoshop And Bridge They're much faster And Then And Down the road You will know And how you manage Your photo And editing And then they All in one Screen You don't need to Back and forth And through software So that's pretty mu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hotoshop And Lightroom Is on Photo management The other section Of course When they photo editing They have They have They have Much A lot of stuff They are Different So now The last thing Is how I can get the software They don't sell it anymore So now the only thing You have to subscribe And And Is the Adobe Adobe website And then this is the most popular package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And they call it creative cloud And a creative shoot And they are more part of a lot of the stuff Creative There are a lot of stuff Bu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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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the The two software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use Once you sign up You purchase it And then You will create An account And then You know Create You know Create the cloud account And They will show you What software You have download I have downloaded Four of these And then And this This is also Free With this Now not let's say free If you pay $10 In this package You're including all this So now down the road If you want to do premium pool Whatever you can Add to your package To that But Most of all We just use Photoshop And Lightroom Now you can pay attention Why There are two Lightroom Lightroom And Lightroom Classic What's the difference Lightroom Original They only have Lightroom They don't call it Classic And then later They call it Lightroom CC And then later They change it again Call it Lightroom And call it Lightroom Classic So now The only two difference Is when they Developed The Lightroom So people want to use it In cell phone And iPad And those Electronic Instrument The screen The screen is too small They can't fit They can't fit They can't fit All this stuff in there So they create a web-based layout And then so Pretty much icon And less button And all kinds of stuff So they just call The Lightroom And then The old one The traditional one They call it Lightroom Classic Because we are We pretty much You know working at home At that store And then we get a bigger screen So And Get more Button More layout It's better than The simple one So So I suggest And then we use Lightroom Classic So You can see that I haven't really Installed The web-based one Because what I just ignore it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Learn a little bit here And learn this way You kind of mix up Just stick with one Just stick with one softw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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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t to use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And as you can sign up And install it And keep in mind Once a while They will show They will show you What is the update So I think today That's pretty much What I want to To show you folks And Just A Basic introduction And What you How you can get the software And That's about it Of course down the road There will be more Different Between Some of the software And Maybe As a As a bonus I can I can show you Now Some people Then Argual Not say they argue They just like Oh you should use Photoshop You should shoot Lightroom And everything So But for Normally If you're like a new beginner Or not even new beginner Even for me Depends on what you are shooting If you're shooting Like Like a party Or Something Right You don't want to spend a lot of time It's adding Just like a concert Maybe Couple hundred photos You don't want to spend a lot of time To add this Using Photoshop Try to sort out You know You have to do it quick Right And you don't nee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To edit your photo Or Try to Make a State of the art photo Because you're not a competition Just a normally photo So Lightroom is more than enough To do that So And This is This is the one that I I know recently And Now You can see that This is the original And this is the finish Right For this thing like this And then And also they kind of They kind of mention What being changed My hair Right Yeah I can do this See that My hair And then The eyes And then The mask Right All this You cannot use Lightroom Maybe a little bit And you have to use Photoshop To do all those Right But there's simple things Things Like White balance All kind of stuff Right Changing white balance And And even You see This is the original photo Right And This is the white balance You can change And something like this Lightroom More than enough Right Let me say In Mentering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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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今天 我也想 想 想一想 Maybe The bonus Right 有些時候我們說 Lightroom好 還是Photoshop好 但是主要是看你做什麼東西 好像這張照片 左手邊是Original原來的照片 OK OK Sorry And OK Oh C OK OK And 你看 我的頭髮 我這次要 再動一點 眼睛 最後就是 那個 口罩 來 蓋了 來 所以 全部 你不能用Lightroom來做 就是要用Photoshop 所以看你這個怎麼樣的東西 你要知道怎麼樣 但是 好像 這個 這一張 這一張 這張照片 你看 Original 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光源不一樣了 是藍色的 你這次的 通過Lightroom簡單的就可以了 就可以改變了 你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去 在Photoshop 來做 所以 今天應該是差不多了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如果有問題就可以 Unmute你自己可以直接問 或者你把問題打在那個chat裡也可以 我想問一下 就是9塊9毛9 是有 BOTH Photoshop和Lightroom 還只能有其中一個 兩個也有 三個也有 四個 全部也有 你看 當你 那 當你上了9 9個9毛9 Gotta tax好像這四塊錢 不用四塊錢 每一個月 它這個 包括有Photoshop 有Bridge 有Lightroom Classic Camera Raw Lightroom Camera Raw Premium Rush 這個是做Vidio的 UHP Developer 2 這個我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是9塊9毛9 就有所有那麼多的Software 全部有 全可以download的 全部可以download 但是我在想你不用download 如果你做Vidio你可以download 現在你看 我只有 我只有這個 現在我只有這個 好 謝謝 朱老師 我看前面 他那個一開始進來 他那個有一個9塊99的 還有一個20塊99的 說Photoshop 沒有Photoshop 沒有Photoshop 和這個Photoshop 有什麼區別 那因為他們 想 賺錢 也不是賺錢 因為他們的idea 應該你們聽過了 他們用了 文增 Cloud 他們就想 你們的照片 最方便就是放在 文增上面 上面,現在的9塊9塊9,好像是20T, 這個,I forgot which one, 就是有一個數量的 memory,20GB,就很小了, 但是如果你的照片多了之後,over的時候, 你就是每個月就發錢,就要大一點的容量, 所以這個Webbase,那個Lightroom, 這個是,這個就全部是放在Lightroom, Adobe公司的,不是你自己的電腦,電腦在硬碟上, 所以有個好處有個不好處就是, 如果你這個有什麼情況,你的家裡有什麼情況, 你的照片傳播沒有了,但是你放在他們的公司, 你可以什麼時候也有,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多了之後,你也不停的在租他們的Storage, 所以看看你們怎麼樣,他們就是可以給你大一點的, 因為有些人他們,好像在那公司,他們就不用Lightroom, 他們主要是在Photoshop,出來圖片,他們的容量很大了, 他們就可以Subscribe,就只有Photoshop,然後可以有,他們可以有不同的package, 可以有大一點容量的Storage,就是那個Different, 但是我們一般的金額就是9塊9毛9, 剛才那個問題,那個20塊9毛9的,它是Photoshop和那個畫畫上面畫畫的板件, 和100個Giga的Storage,所以它有點不一樣,不是同一個,沒有Lightroom, 那你看下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東西了, 那Animation叫做After Effects and Video,你可以用不同的東西加起來, CREATE你需要的package,所以很多,我知道有一個complete package, 就好像就差不多六十塊錢,就是全部,差不多全部,很多很多東西也有了, 畫畫畫那個package,和我們照相沒有關係,是吧? 很小用,Animation,我覺得這個呢,只有小用,沒有Subscribe, 畫畫的那個叫Fresco,它是給畫畫的人用的,就是你可以買一支Pencil,你可以在iPad上面畫, 或者是一個tablet,在那個計程機上畫的, 哦,那就純粹的畫畫,純粹的畫畫,然後就是Photoshop,它沒有Lightroom, 好,謝謝。 他們也有很多卡通,有些電影, 電影的好演,Mermaid,他們全部就是3D Dimension, whatever it is,就是All creation,也很多是用Adobe的Software來CREATE的。 對,我看他們有的人把照片做成油畫效果,那是用Photoshop,還是用Lightroom。 Photoshop,Photoshop,它有很多,很多的工具,filter, 你可以, you know, other, which one, you know, 我覺得很小用,它也可以, 在那個filter gallery裡面,對。 Yeah,filter gallery, yeah,你可以有不同的油畫, anything. Wow, that's nice. Yeah,yeah. 所以我跟很多人說,因為有時候你就很小用,很快你就忘記了。 我們都可以。 謝謝老師,我有一個問題,比如說你有兩台電腦, 你訂閱以後可以在兩台電腦上都下載軟件嗎? 還是說只能在一台電腦上下載? 兩台。 對。 兩台,you know,active這兩台,但是你可以sign out, 因為現在你subscribe的時候你可以在, 好像我現在在家裡的電腦是main, 之後我電了laptop,我就install,要兩台電腦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多一台的時候,它就會叫你, 哎,you're already over兩個電腦。 它就叫你真的垂掉一個。 有時候如果你真的,它會去那個account, 就unlock,unlock一個電腦,然後sign up另外一個電腦。 但是兩個電腦,兩台。 哦,好,謝謝。 那個老師你好,我想問一下,剛才這個問題問了, 但是我希望再clarify一下,也就是說你付9塊9毛9, 加上tax, whatever,10 dollar monthly fee, you can download both Lightroom Classic as well as Photoshop. Is that right? Yes. Okay. You have Photoshop. as I mentioned, as I mentioned, you have, you see that Photoshop, Bridge, Lightroom Classic, this, and Lightroom Premium Rush. This is $9.99, including all this software package. I see. Nice. And then, as I mentioned, I only install these two. Okay. For you, it's four, yeah. Yeah, for me. And I suggest, because Bridge, I don't use it, but I use it to like a teaching, so I just have to install it. But, of course, it depends on that. But if you start on Lightroom, I think Lightroom is management is much easier. Okay. And then I'm not suggest you use both Lightroom and Lightroom Classic. You all mix up. Just stick with one. Right. Because Lightroom is kind of simplifier. I see. Maybe I can, any more questions? If not, I can explain one more quick one. Right. And, like, again, I got a gel pen under the you can. You can. Like a bridge. You know, it's like, when I do it, and then it just shows what the date, all kind of stuff, I did bridge. But, 这是我怎么样来弄 这个我的硬盘 好像在2021年 我觉得这个是来用自动 给你的时间来create a subfolder 让你弹劳 最后我再加一点的东西 如果我现在找一件有朋友问我 19年BCPA的gathering 我知道是December I click 这个BCPAgathering 你看 这是很快 我就知道 你能看到你的gathering 所有的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从 overall and then look at the whole year or so many years and then来看 这个是完全是很很快 你来找你的照片 and the bridge the set up 不是跟lightroom那么快 同时为什么lightroom可以那么快 你看那 你的照片 不是真的照片 它是一个mirror image 所以它就可以那么快 所以它就可以那么快 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问一个 就您建议如果要是PC或者是laptop 最好run要多大才能run这些比较快 这个产品 这个我真的不是太懂 因为我 有时候我也没有用过 有时候人家用了 看到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知道 如果你真的等 photoshop 应该他们有一个limit or maybe 有些朋友可以帮我解答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网站 基本的要求 有多少的memory 计算机 计算机有 计算机有 那么速度 那么快 他有一点点的 suggestion 这个你可以看 我建议 建议16个gig 当然是越快也好 越多也好 不过最好是 越多也好 越多也好 好像我的电脑真的不一样 我的电脑只有去年的时间 因为他们 Apple 他们的software 他们不需要support 之后我再install 新的photoshop 但是我的电脑用不小 但是我觉得全部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们 Apple 没有support 那一个电脑了 所以我买了一个新的 但是新的 真的快了很多很多 就是 Memory 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 Processor 处理的速度 真的快很多 所以 我觉得 越快越好 The memory 好像 16 gig is pretty much good I think 同时 我的 我的照片 全不放在电脑上 全不放在另外的hard drive 因为 因为当你多的照片 在你电脑上 真的很慢 我的那么多年 我的40 那个hard drive 已经满了 现在有10T 如果你们拍多的照片的时候 真的很多很多 好 谢谢 老师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听您讲的 好像就是说 Lightroom的话 比较容易manage 你这些照片 所以这是它的 advantage 然后 那它跟这个Photoshop之间 relationship 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初学者 就是可以用Lightroom 来manage我们这些照片 那还可以用Photoshop 来打开这些照片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说 Lightroom和Photoshop之间的 Edit的方式 是不是同样的? 比如说我学了Lightroom 这些Edit的方式 或者说 还能apply的Photoshop 上面吗? 谢谢您 他们是万来万去的 可以说 Let me show you 为什么我 我喜欢用Lightroom 好像这一张照片 这个改 你没可能改 对不对? 你只用Photoshop 但是你用Photoshop 现在我是在Lightroom 只用Photoshop Edit 它就自动跑去到Photoshop Photoshop 但是你看 这个Layout They call it camera raw 这个是Photoshop里面 跟Lightroom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Basic 它们Basic 那就是人生 如果Basic 是不是一模一样? 基本上它们真的 传不出一样的东西 那 现在我来处理一下 来 Let's say Photoshop很远 但 我选择 Lightroom Lightroom 现在太多东西了 现在我开了 OK 现在我fix 只有我 You know 就是 When I close it This one may b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Maybe they lost the connection 我可以 我可以 save 这个是因为 刚才我的 这个照片 我是从手机 登录过来的 不是directly 所以 那我可以 你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是在 如果我现在fix ed in Photoshop ed in Photoshop 你看 这个是我 我处理的 Let's say B I just 这 是 这 是 这 是 只有我只能close 它就自动跑位 你看 的memory 是怎么在 它就自动跑位 自动跑位 它是back and forth 可以很一种 但是如果你 如果你用breach 开那个photoshop after you finish 之后你要save as create another folder 但是在lightroom 你跑来跑去 它会自动跟你create 一个folder 这个是 方便 可以用lightroom 当一个base 同时也可以用photoshop 对 但是你很多东西 你不用来改 好像这一张 这一张 如果你这里改 你可以用lightroom 当一个base 做一个management lightroom来改 你不用再 再来 再来 一个onset 你可以就是来 选 那个照片如果真的需要来改 的时候 你就是 filtre camera or filter 这个是lightroom 这个是photoshop 跟lightroom完全一模一样 你可以来改 你可以来改 什么东西 全部是跟lightroom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来改 你看 他们可以改 但是为什么 这个不是太好 如果你现在你想 改 觉得不太好再改的时候 你重新再来一个的时候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差点了 See 全部 started over again 但是你的lightroom就不一样 你的lightroom这么来改 他们就完全 记录着 OK 还有什么问题 好了 现在就很容易 之后 我觉得最困难 最困难 就是呢 下两个礼拜 我就 叫你们怎么来set up the lightroom file management 这个是最困难 最最最困难的 很多人就能 很多人 好了 没有问题 今天就差不多了 谢谢你们 谢谢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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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朱老师